各位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是希Five 神早新聞報寸,希哥天氣如何呢? 來到11月15日,星期一 東北季後風繼續影響華南 同時一度雲大覆蓋廣東內陸 今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 最高氣溫約25度 吹和換的冬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靜 接下來一兩天都叫天有陽光,日間相當溫暖 今個星期後天氣就會稍冷,留意一下 今天的新聞神經病,真的很神經病 慢慢說,因為之前的新聞都神經病 上次屯門的湖景村、湖壁樓20樓 有個單位被人扔汽油彈 現在找到真相了 當時有八個住戶打麻將,差點撞身火海 幸好有個中年的大叔出來灌勾 英勇撲火 誰知最後又找到街坊附近居住 旁邊有67歲的男人,是中火的 原因是這個男人任職清潔工 是同村街坊 住另一座 這個男人不滿他老婆經常走到這個單位打麻將 然後就中火了 燒人家的房子 神經病 經常去別人單位打麻將 吃飯 為了阻止老婆有這個活動 決定中火燒人家 像全家一樣 神經病 這個世界 這個新聞是很瘋的 所以就慢慢聽一下 好 再說 這個 西貢街市職員迫人用安心出行 有個八十多歲的老婆爆粗指責他 因為其實 一個西貢街市一名 體溫探測員態度惡劣 他涉嫌誤導市民 指65歲人士不獲豁免 使用安心出行 更加爆粗兼出手 街市並非每個出入口都有需要市民填紙仔 但有行動不變的長者就被人摸來摸去 搞到一片混亂 聽說65歲以上是否豁免 根據政府新聞公佈 12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士 使用安心出行時有困難的殘疾人士 或機構指名的部分人士 是可以豁免的 就要填表代替 不用一定用手機這樣說 亦需要展示身份證明文件作核實 也是妖聞 但西貢其實也不算多人 這些純粹要報紙文件給大家聽 昨天在大圍邱班警的預所裡 嘩!走火的槍 警察無緣無故為何走火 為何在家裡玩槍 昨天中午12.5個字 一個邱班警在遜敬遜田街8號 家田園B座嘉祺角的預所 據報不小心封鎖到機板 導致配槍走火 沒有人受傷 據了解 涉事為收穆平警區刑事偵測隊的警員 CID 他平時可以拿槍回家 事發正在更衣上班 換衣服的時候 不小心封鎖到槍 嘩!那顆子彈寫在地面 彈頭還在地板 警員父母當時在客廳 差點開槍打中人家 即是父母 無端端你想想 換衣服 一拿起槍袋的時候 打中父母 自己也在 很危險 差幾寸位 腳都沒有 嚇死無緣無故 有槍聲 很大聲 噴噴聲 打下去 走火了 接著就派了警察上去 就是調查這樣 警方就會因應行動 需要為人員提供不同的裝備 他現在其實有嚴格管制槍械 檢走一些東西做證物 原來過去 都有七宗警槍走火的事件 就不跟大家一宗說 只是這幾年內 2016年至2021年 已經有七宗這些事件 這次很幸運 之前有些大腿被子彈打中 即是拆到 幸運是沒有傷亡 通常都不是太嚴重 另外 就說說九龍灣公園殘廁的反鎖 清潔工破門 揭發跑步的男人倒閉在廁所裡 嘩 死了 倒閉 發現殘廁反鎖 晚上九點九個字 喊又沒有人應 拿後備時便打開了 發現有個五十至六十歲的男人 身高1.7米瘦身材 穿跑步裝促的男人 倒閉地面 很害怕 報警 證實死亡 有待核實他的身份和死因 這些人未必是自殺 穿到全褲沒有裝 但不知道為何會這樣死 突然間不舒服 走進殘廁 應該去廁所 肚痛 即是古靈精怪 要看他遲些死因 另外 很恐怖 這條街 有四個青少年 偷車 無排駕駛 開大膽車 遇到robot 然後 走 二十分鐘狂飆 四十公里 撞到別人的車閘 被捕 厲害 十六至二十歲青少年 偷了私家車 開大膽車 遇到robot 更加加速逃走 短短二十分鐘 由青衣走到大嶼山 去到屯門 足足四十公里 時速高達一百二十公里 神經病 最終一輛車 撞到屯門一個工業大廈 停車場車閘 車上四人汽車逃跑 誰知最後被警員制服 十六至二十歲 其中 十六歲少年 干犯危險駕駛 還有最小的那個 來開車 無排駕駛 六中罪 又偷車 又成成這樣 那些年輕人 真是恐怖 簡直是 無法無天 好 再說 一個 有人不滿 擺選舉二拉架 左階 越南男人 踢民建聯的成員 被捕 昨天早上11點 民建聯在收機灣進行選舉宣傳活動 期間有人不滿擺放二拉架 左階 左階 你打報警 為何自己搞 在場46歲 民建聯前 東區區議員 黃智忠 發生爭執 突然間 越南 越南裔男人 起腳 踢他 踢宣傳牌 警員到場 用普通襲擊罪 拘捕了 這名持有身份證的49歲 越南裔男人 黃智忠 報稱手臂痛 就送丸 這樣 搞到打架也有 這些真是 被人打 不是打架 這個地球 都很暴躁 這個地球 好了 又有一單 車鏡 拍到電單車 在斑馬線上 不停車 在一對老夫婦身邊 苦苦地經過 可能他覺得 不會撞到這對老人家 老人家又受驚 老人家每次都受驚 就會 用手拼人 反應很快 但是這些不好 阿伯 如果你被車困到 勾到這件衣服 真的整個摔倒 本來沒事 變成有事 如果這些是有問題的話 車鏡拍到 這個男人 即是開車的司機 都會被捕 但是這次看不到 有被捕的事件 是啊 那就是 小心點 就算這輛車 經過做出一個很害怕的表情 讓車鏡拍到 做一些很害怕的形體動作 比你用手 用拐掌去搖 真的被你打中 他不會有事 你就大件事 拔到你的拐掌 就摔你落地 老人家一跌一跌 就搞定了 是不是 不要做這些行為 是啊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希望他快點被捕 那 今天這件頭條就厲害了 相當兇殘 三十九歲男人 交易太大幣 即是那些 比特幣 那些虛擬貨幣 那些什麼幣 那些什麼幣 就遭到 綁架七天 就被打斷手腳 就勒索三千萬 即是很凶殘 綁架就綁架 是不是 打斷手腳 最兇殘的方法 最毒的那味 嘩 你這樣搞 用什麼飆心 這些 最毒 你打死他 也不用受苦 你打斷手腳 歪歪一下 你屈到手腳都痛 四肢被人打斷 你想想 真是恐怖 三十九歲 虛擬貨幣投資者 十一月六號 約了買家交易太大幣 帶到九龍工業大廈交收 想不到 假扮買家 找同黨進行綁架 那早有同黨在單位等他 手段就是狠毒 用鐵錘 鐵燈 打斷受害人一雙手腳 綁匪其後 取得受害人的銀行戶口 和虛擬貨幣交易平台的密碼 更加指示他 以欠債為理由 向他家人拿三千萬贖金 嘩 對呀 受害人七天不見了 期間多次轉換這個 肉心的地方 就是擺那個人 擺去不同的地方 不斷搬 不斷搬 曾被帶到貨櫃牆 鐵皮屋 最終趁綁匪不覺的時候 他自己 在鐵皮屋的角樓 一個小窗裡 逃出生天 警方救了 事主重傷 屬留了醫治理 好東西 斷了手腳 都可以 拉一拉 拉到窗口 拉走了 警方一連三天 就是 拘捕綠藍一類 包括兩名策劃的主犯 全部都是黑社會 就是新義安的背景 警方正追緝至少七至八名 在逃人士 事件中 家人未有支付任何贖金 警方估計 事主虛擬貨幣戶口有損失 不排除戶口裡 有二千萬 被人轉走了 真是恐怖 你說真的 幾千萬 八個人 你要分 每人都是幾百萬 其實幾百萬 上班是可以賺到的 這些錢 為何要做這麼兇殘的行為 現在一定是全部坐牢 西九龍總警區刑事部署 理高級警司 鍾亞倫指出 受害人 是39歲 全職 是虛擬貨幣的投資者 全職 全職炒幣 主要是交易 這個太大幣 我昨天走出旺角 還看到很大的幣 寫著 幣市一天 股市一年 不是啊 幣市一天 人間十年 人間十年 現在更厲害 寫厲害 好了 現在真的人間十年 無端端 我想你大上大落 幾千萬 然後被人夾 本身那天 就是交易四百萬港幣的太大幣 相約 一名網上相識 自稱是加密貨幣買家的人 在九龍灣面對面交易 受害人幾個禮拜之前 已經跟他成功交易過 之前已經出過一次 對方新光頸領 就是戴明標 駕駛名車 他說當時有起異心 就見到這個人 這麼多這些東西 其實那個人 太新光頸領 是的 是的 就是物貿綁架 通常很多都是 我告訴你 我見過那些人 搞這些投資 那些 怕死人不知道自己有錢 每一個 每一個 雙手都在戴著一隻明標 穿了一套老闆 所謂那些叫金蓉仔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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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蛋撻頭 告訴別人是成功人士 我相信這些就是 本身 本身可能 那個心窮 沒威過 要放上身 然後 然後 認識一條小毛 我見得多了 這些事 把自己有的東西 放上身 告訴別人 我有的 那 那 那當日 那個買家 用一個藉口 帶了受害人 去九龍灣一個工業大廈 交易 好了 受害人 形容當時 屋 即單位裏面 有幾個男人 在等他 等他 兇殘 很兇殘 說不說就打 又拳打腳踢 人家 喂 你想制服一個人 其實都是謀才 現在謀才害命 基本上 什麼都不說 入到單位就打 更加以鐵鎚和鐵椅 這些用具 施襲 打到手腳多處骨折 手腳不是斷一折 是斷幾折 這些腳骨都很硬 就是意圖阻止他逃走 綁到不用綁 不用綁 玉都用不到 對 打斷了手腳 就逼他交出手機 手機密碼 網上銀行戶口 這樣 接著就是綁架勒索這個行為 最初的贖金是八百萬 之後就升到三千萬 估計因為他們相處的時候 套到他這個虛擬貨幣有二千萬 覺得他們是非常有錢的 所以就把這個金額再提高 對 真是慘 在醫院 全身是傷 他就說被禁錮在地下樓層 押到角樓休息的時候 押到角樓 12號那天 趁那兩個人在屋外吸煙 在一個狹窄的窗口逃走 因為全身是傷 他在窗口再跌到地上 在角樓跌到地上 動不動就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就驚動附近部署的警方人員 他幸運而已 他幸運而已 警方見機行事 就當場拘捕那兩個吃煙的匪徒 救回這個受害人 唉 這件事 恐怖 香港 我所以 之前我也沒有叫那些人 宣傳那些人買這些 虛擬貨幣 聽阿希哥所說 不要害人 其實 大家都要小心 如果拿這些東西 不要說是虛擬貨幣 剛才所說的手錶 都會被人夾 但不要說 這麼狼死 幾千萬拿人命 這七天很痛苦 沒有人幫你包紮 沒有人承你 手腳斷了 多慘 總之就是淒涼 很大的業障 這些 去廁所不方便 摸不摸 不能摸 斷了腳 你怎麼摸 賴屎賴尿 說到這個 他很聰明 那些匪徒 綁架那個心鬥 肉心的鬥 在外面還貼著一個字眼 寫著 外人不得進入 否則報警 哈哈 真是用警方的肚子 這些傢伙真是離譜 很兇殘 所以經常都說 唉 我們這些窮鬼 有錢人都是低調的 很多人都應該低調 是不是 經常說 搞到自己 大隻幾十萬的標 一百幾十萬香港人 都不知道多少人 帶得起 因為 香港的業主 有65%已經供滿了一層樓 他不會跌得很離譜 所以這些樓價 那些業主 一層樓都五、六百萬 起碼都 一百多萬的標 怎麼會帶不起呢 不帶而已 有時候做人不需要裝作 要不然 就真的 將自己放在一個極度危險的位置上 是不是 再說 尖沙咀有兩條女兒 拉橫額抗議珠寶店 騙人 這麼搞笑 拉橫額抗議珠寶店 騙人 被三個男人嘔打 然後送遠 昨天 下午三點七個字 兩名女子 32歲和40歲的女人 報稱被三名男子襲擊 頭暈頭痛 扭傷了腳 據了解 他當時在尖沙咀尼敦道 九龍公園一間珠寶行 外面抗議 投訴一名女店員行騙 之後 突然被三個男人襲擊 警方一列 嘔打雙人案 處理 究竟跟這間珠寶店有沒有關係 不清楚 因為內文就去到這裏 不是吧 不是吧 如果珠寶店弄成這樣 即是買了假東西還是怎樣 還是騙錢還是怎樣 喂 這些是不是應該報警 你拉橫額有什麼用呢 其實 報警或者是 海關 對 你拉了橫額 他不會給你錢 現在無端端被人打獲 應該會有事跟進的 你侵了一些人進來 因為有報傳媒 有海關 雙鳥 是 但都好像 這些就是君子立危場之下 他立了 站著被人打獲 沒有經驗 下次小心點 下次小心點 好了 野豬還行 你看野豬多大 都不是很大 帶著兩隻寶寶仔 三隻野豬在數碼公園出沒 警員這次又是持盾牌 戒備 一家 漁龍署人員到場之前 已經回到山 因為野豬很凶惡 之前咬到附近 稀巴爛 所以 很害怕 警察都要拿盾牌戒備 一大兩世 花槽走來走去 其實是落雅 又又又 你不搞他 就不搞你 不過 野豬太多了 不是太好 是嗎 野豬橫行 野豬橫行 上次咬完的附近 那天跌到十米山坡 雙重死亡 那麼容易死 上次的山坡 有沒有十米高 上次的山坡 跌下去 真的 很奇怪 不知道 不清楚 但是現在野豬太多了 人豬很難共存 結紮也是一個方法 有些人又 阿之阿捉又說 絕人後代又不好 最好打死他 神經病 但是也不怕 一次烏兩次胃 你們的盆中餐 又午餐肉 又火腿 又成成 但是 數量太多了 其實結紮也不錯 不過捉不完 而且捉的時候 起碼有一個危險性 那會不會說 預備好麻醉槍 很少聽到現在有麻醉槍 竟然拿盾牌去 也是行行行行行 你沒有解決問題 因為有一宗野豬在公路 就撞到電單車 鐵騎士 電單車車手 流血 送完三天 就要停工一個月 那些野豬衝出馬路 是死如歸 現在野豬 有些豬災 在香港 衝出那些高速公路 車就沒什麼所謂 就撞碰 然後豬死 但你也知道電單車 就是一個汽水罐都搞定 那當時 那隻豬 就是 被他撞到 那隻豬 又 當時死亡 搶破 就是血流 內臟和電單車 零件 都搞成一堆 但是 人又飛出車 那個人很嚴重 那個傷勢 撞到 左手 手肘 就見骨 亂十針 真的很嚴重 野豬橫行 電單車要小心 他無端端衝出來 你避不住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他只是攬炒 這些 就是 是死如歸 說野豬 好 再說一件 有個男人喝醉酒 掉了手機在腳邊 有個女兒 乖乖乖走過去 就撿了人家的手機 全程被CCTV拍到 男人舉手 在休息 誰知道 有個女兒 看到有東西 有手機 有些人說 阿姐好等錢花 好微好貌 撿人家電話 根據香港法例210章 盜竊罪條例 任何人如果不誠實地 佔屬於另一個人的財產 意圖或永久剝奪另一個人的財產 就是盜竊罪 一經定罪 是可以監禁10年 嘩 原來要10年這麼久 看不出 老人手機幹什麼 窮啊 主要是貪心 再說 民生超市大縮水 將軍澳區三間分店 只剩一間 員工稱半數前線已經辭職 這是什麼 民生超市 希哥有沒有聽過 沒有 原來就是 經一個鋪王鄧成波家族 連環出售物業 四子鄧耀邦 透過梁道有限公司 經營民生系超市 近期只剩一間 可能住將軍澳居民就會知道 這樣就 不知道為什麼呢 做不住還是什麼呢 因為它都是比較便宜的 應該看到這些民生超市 坑口店分店結業 縮減了 另外 上次在大國咀 有48人 沒有檢測 每一位罰五千 共罰二十四萬 居民有些說 不用排很久 看看是頭還是尾 你訪問到那個 尾那個說要等四個小時 頭那個當然是快的 就是排隊 有人快有人慢 看看哪個 對頭對尾 你夠快夠積極的 就是什麼 但你始終有頭有尾 很難說 但你不去被檢測 就是罰錢 所以看看誰不幸 另外 公銀亞洲分行 經理被捕 就是規準客戶不敢提款 攝洗黑錢戶口 就是一百七十萬 公銀亞洲經理 就是黑吃黑 這樣 安程又複雜 都不跟大家詳細說 因為都是說一個 五十九歲的 王姓男人 以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 就是什麼人都有 另外 這個Foodpanda 就罷工 多區的Panda Mark 超市也關門 港台英語主持 聲援速遞員 昨天有些網友跟我說 賺這麼多錢 被人扣十元八元一單 就說吵怨 神經病 一單十多元 是被人幾折出糧 傻的那些人 針不刺到肉 不知痛 剝削那個不是你 就是你 人家那些是半個小時 一小時被人減十元 你試試你份工 一小時被人減二十元 一日被人扣幾百元 二三百元 即是 七折出糧 對 你自己七折出糧 吵怨巴閉 是不是 吵怨巴閉 我解釋給你聽 有些人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同理心 同理心的意思就是 切身處在別人的處境想 工程能力 對 沒有 他沒有 死去事 吵怨巴閉 搞到他沒有送外賣 沒有外賣吃 等得來 別人又不關你的事 你就光顧其他間 別人做的事 就是爭取自己的權益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也請到王子華 就是 錢都去廣告 就是這樣 他寧願找個大明星 大明星不會七折出糧 尤其是王子華那些很貴 肯定是很多錢 他才請到玉王子華 然後就剝削 最低幫他賺食那些 是這樣的 這個社會 是這樣的 所以 我們覺得 這些雖然不關自己的事 但是 希望他們得到一個合理的 人工 我覺得是 對 好 另外 寶林街市食肆 因為吸煙的問題 爆發混戰 打大膠 職員和食客 四人被捕 因為職員也有份打 打到周地都是血 好 厲害 打架 也不止 有人拿刀 拿刀 最終四名男子被捕 三人受傷 包括一名是職員 現場所見一片混亂 食物散落地 椅子都掉在地上 門口有血跡 因為受傷的職員被刀割傷 三名傷者屬輕傷 真是神經病 真是神經病 口角 雖然動武 哦 誰拿刀 就是職員拿刀 哈哈哈哈 厲害 是的 一帶上來 拿工具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三個人 都是 在公眾地方 被捕 而拿工具 會嚴重一點 嚴重很多 之前認識有個人打架 然後拿那些 在場有些什麼 總之拿了有東西在手 你就糟糕了 別人打你先 你立架撐 都是麻煩 幸好最後 最後那個因為是就地取材 而那件事也不是攻擊性武器 就是沒事 但是拿刀 就有意識 搞這些事情 所以別人吃煙不用拿刀斬 不過不知道當時的情況 總之一片混亂也是很麻煩 今天新聞來到這裡 越講越長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講一下娛樂新聞 謝謝喜哥 拜拜